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再次继续教宗的劝愈 爱的喜乐 我们已经看了两章 第一章是在天主圣言光照下的家庭 第二章我们看了家庭的现实和挑战 这一章教宗给的题目是 注释耶稣家庭的圣招 实际上这一章就是在讲教会 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教导 教会是怎么看婚姻和家庭的 教会怎么看婚姻和家庭呢 主教们说要像耶稣一样 耶稣怎么看婚姻和家庭 他怀着爱和温柔 注释他所遇到的每一位妇女和男人 他跟他们相遇 他陪伴他们走每一步 怀着耐心 仁慈 同情 和真理 在要求他们 进入天国的同时 也就是一方面向他们提出要求 另一方面 他很理解他们 同情 陪伴他们 这是耶稣的目光 所以教会 应该 像耶稣一样 去面对 婚姻和家庭 这是我们第三章的内容 注视耶稣 把目光放在耶稣身上 我们看家庭的圣招 今天我们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耶稣将天主的计划 带向圆满 第二个问题是 在教会文件中的家庭 耶稣把天主的计划 带向圆满 天主的计划 是什么呢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过了 在起初 天主造了一男一女 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跟妻子结合 两人成为一体 这是天主的计划 是天主创造了婚姻和家庭 所以天主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没有什么是坏的 被禁止的 有些人对性 有消极的看法 好像教会 禁止人们度性生活 禁止人们在婚姻生活中 在婚姻生活中 享受这种快乐 地毛德前书四章四节 圣宝路这样说 天主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没有什么是坏的 被禁止的 所以婚姻 是天主给的一个礼物 婚姻中的乐趣 是天主愿意的 所以我们的责任 要保护这个婚姻 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 但愿婚姻受到大家的尊重 但愿婚姻的床 是没有瑕疵的 他们的性生活 是没有瑕疵的 是这样的意思 是被祝福的 是没有罪的 天主给的这个礼物 就包括性爱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五节 你们不要彼此拒绝 男人需要女人的时候 在婚姻生活中 女人要看看 女人需要男人的时候 男人随时把自己给对方 不要彼此拒绝 这是天主愿意的 所以我们 这是天主最初的计划 天主最初的计划 让男人跟女人结合 成为夫妻 这是一种不可拆散的结合 但后来耶稣来了 他说 由于你们心硬 没色 才批准你们离婚 事实上 一开始天主 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我们知道 为什么不能离婚 天主让男女结合 是一种永远的 稳定的结合 不是三天 三年 三十年 而是到死 一辈子 这种结合 所以有时 今天的年轻人 把这个看成一个负担 一个重担 压在肩上 哎呦 不能离婚 得给他过一辈子 事实上 这是天主给的一个礼物 你要珍惜 他在你身边 是你的一个礼物 你愿意得到一个珍贵的礼物 一辈子拥有 不对吗 如果谁拿着一个贵重的礼物 我送给你 但是就三天 三天以后 你要归还我 你要说什么 哎呀 那我不要了 算了 我刚喜欢上这个礼物 你就要拿走 你送给我 你就永远把它给我吧 我们的妻子 丈夫 是天主 永远给我的一个礼物 我的另一半 是一个礼物 而不是一个担子 之所以成为一个担子 是因为我们 没有用心的经营 婚姻 不知道该怎么样接受 面对这个礼物 所以在天主的计划中 那是一辈子送给人的一个礼物 在这一辈子慢慢 人生路上 天主的恩宠 总是陪伴着 治愈着 转变着 我们的心应 耶稣 耶稣来了 他让人重新 想起来 天主的计划 关于婚姻和家庭 男女相爱 一辈子 一辈子 由于心应 人们才 彼此离弃 可是 耶稣 愿意我们 重新活出 活出来 他借着圣事 要拯救 婚姻和家庭 让我们 重新 活出 爱 活在 暧昧 天主 怎么要 看重 家庭呢 他到世界上 来进入 一个家庭 就是 纳萨类 的家庭 在玛利亚 和若瑟 逐渐的家庭里 在他们的婚姻中 耶稣 诞生 天主 来到世界上 借着家庭 我们看到 家庭的重要 在天主 心里 当耶稣 开始 他的 公开 传教 的时候 现在 加纳 婚宴上 显了 第一个奇迹 婚姻的重要 耶稣 做这个 是有 他的意义的 而不是 耶稣 想喝酒了 想大吃一顿了 就到那去 不 他选择了 在那里 行了 第一个奇迹 然后 拉开了 传教的序幕 可见 婚姻和家庭的 重要性 说白了 天主对人的爱 跟人的关系 正是由婚姻 来象征 就像 男女之间的爱 不遗不弃 一辈子 为什么是一辈子 他在象征着 天主对他 孩子们的爱 不遗不弃 他在加拿 行婚姻 婚宴上 献奇迹 他祝福加拿 婚姻 其实象征着 他 给我们人的关系 他希望 夫妻们 在一起生活 永远 永远相爱下去 就像天主 爱人 那样子 以后 耶稣去 拉萨路家里 有玛利亚 玛尔大 这几个姐妹 耶稣在他家里住 耶稣去 伯德路的岳母家 治好他的岳母 有一天 耶稣在路上 有人说 我们的孩子 快死了 耶稣说 我去治好他 到他家 把十二岁的 刚去世的女儿 复活了 交给他的父母 耶稣知道 家庭生活的重要 他们离不开 这个孩子 有一天 耶稣在 萨玛利亚 雅各伯井旁 遇到 这个萨玛利亚的父女 那是一个受伤的父女 家庭几次 经历了毁灭 他有过五个丈夫 破碎了好几个家庭 他逐渐的都破碎了 多么痛苦 耶稣跟他谈话 拯救他 看家庭的地位 在天主心里 他要拯救这些家庭 我们再看两个家庭 那就是 纳萨类的家庭 玛利亚和若瑟 在相爱中 彼此服务 奉献中 耶稣长大了 那是一个很正常的男人 我觉得世界上 没有第二个男人 像耶稣那样健康 那样 无论从身体上 对 福音上 将耶稣治好 所有的病症 说过 耶稣累了 耶稣难过 耶稣哭了 但是没有说 耶稣什么时候住院 耶稣去打掉针了 去输液了 没有 耶稣从身体上健康 心灵上 心理上 精神上 是很健康的 因为他从小 活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 若瑟 玛利亚 有着健康的心理 这是一个家庭 然后 萨迦利亚和伊萨伯尔 另外一个家庭 就是若翰的父母 圣经上 给我们列举出来 这些家庭 是我们的榜样 纳萨利的家庭 有一个秘密 相爱与忠信 让这个家庭很稳定 让孩子很健康的成长 相爱与忠信 他们爱着对方 夫妻相爱 然后父母跟孩子 彼此相爱 这个爱 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然后忠信 赤字一横 不是爱三天 爱五天 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好的时候爱 一旦对方犯了错误 我就不爱了 一旦 他有钱 我爱他 没有钱的时候 对不起 我们分手吧 你让我过穷日子 我受不了 你顺利的时候 整个家庭顺利 那好 感谢天主 谢谢你 如果家庭现在遇到了逆境 我们遇到了难关 分手吧 我不能跟你这样受罪了 玛利亚和若瑟 不是这样的 他们一起逃难 相互鼓励 受迫害的时候 他们在一起 真可谓 同感共苦 这个是家庭生活的秘密 纳瑟瑟 纳瑟瑟的家庭是这样 相爱和忠实于对方 在任何时候不变心 这也是真正的爱 所以让这个家庭能够面对一切 这我再说一遍 是纳瑟瑟家庭的秘密 相爱和忠实于对方 在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 不论贫穷富贵 不论健康疾病 不论环境顺利 我们要在一起 彼此理解 即使对方犯了错 伤害了我 我同情他 宽恕他 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问题 耶稣将天主的计划 带向圆满 天主的计划是 一男一女 在一起相爱 后来因着人们的心应 大家随便离婚 随便结合 好几天坏几天 耶稣来了 他建立了婚姻盛事 让我们继续相爱 天主结合的 人不要拆散 这是把天主的计划 又带向圆满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看在教会文件中的家庭 近来我们知道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是1962年到1965年召开的 有几个重要的文件 上面讲到婚姻和家庭 在这里 以后历代教宗 他们所讲的好多方面的东西 都是根据大公会议的精神 我们正活在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时代 我们现在需要活出的是 50年以前 大会给我们知名的精神 那好 我们看 他们是怎么讲 家庭和婚姻的 比如有一个文件 叫 Gaudium at Spes 这个文件 中文叫什么了 猛的一下 我想不起来 在现代世界 什么名词不重要 他讲到家庭的时候 他这样形容家庭 家庭是一个生命和相爱的团体 家庭愿意生命 从字面上讲 孩子是从家里诞生的 本来两口人 后来三口四口五口人 家庭是一个带来生命的地方 更深一点讲 人的生命力 我活得很有劲 我活得精神焕发 活得很有意义 这种力量 是从家庭中来 想一想 你干得很有劲 雇你的事业 事业有成 好像很辉煌 很有成就 结果有一天突然 回到家发现 妻子没了 跟别人跑了 你太重视事业 忘了雇这个家 一下子你就踏下来了 你自己活得也就没劲了 之所以你在外面 干得很好 觉得家是你的支柱 家给你生命力 你顽强地在外面拼搏 可是一旦 没有了这个家 在后面支持你 你活着就没劲 在家里找不到爱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 根本就很难了 连活下去的勇气就没了 所以家是生命的 给予生命的地方 一方面是我们身体这个生命 另一方面 我们精神的生命 是从家里来 家是一个相爱的团体 如果说 以后我们出去 跟同事搞好关系 跟不知道 在任何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跟大家搞好关系 首先 在家里学习了相爱 学会了爱 我们才会在外面去爱 爱是家庭的中心 这也是这个文件所讲的 在家里可以没有别的 比如说我们家没有汽车 我们家没有大楼 只有几间平房 我们家没有西蒙斯床 上千上万的 那么豪华的家具 我们没有很简单的 有一些板凳 没有冰箱 冰柜 这些都不重要 没有这些可以是一个家 但是要有爱 只要有爱 我们吃的不怎么样 住的不怎么样 穿的也不怎么样 但是这是一个温暖的家 人人喜欢在这里 觉得身边的人那么可靠 我可以有话随便说 我可以放得开 因为我在家里 大家彼此理解 相互照顾 相反在宾馆里什么都有 要什么有什么豪华的宾馆 不要说太豪华 三星机的就差不多了 什么都有 可是 那不是一个家 你跟旁边的人没有来往 更谈不上亲情 所以爱是家庭中唯一要有的 必须有的 没有爱就不再是家庭 这个是这个文件给我们讲的 什么是爱呢 爱包括自我给予 我牺牲自己 把自己给别人 拿出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精力 自己的钱 照顾别人 这就是爱 你们以为 一定不要以为爱 就是老鼠爱大米 那个爱 他看到就像吃了 没有大米 他就一直盼望着大米 想着大米 他很爱大米 那不是真正的爱 那是一种自私的 毁灭性的爱 我们的爱 是牺牲自己 为了别人 当然也包括性 包括情感 讲到家庭 婚姻 另外一个文件 教会宣章 卢们珍惜 也在给我们讲 说夫妇结婚的时候 借着圣事 他们就跟基督结合了 他们不只是跟基督相遇 在那一天 在那一天 二十五年以前 我们结婚的时候 阿灵圣事 遇见了基督 不 从那一天开始 基督就住在你们两个人内 他净化你们的爱 他转变你们的自私为爱 他进到你们每个人的内心 提升你们去爱 这个文件继续说 夫妻就像度奉献生活的人 被祝圣 去建树基督的身体 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教会 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庭教会 天主住在我们内 住在我们家里 从我们结婚的时候 这个家开始的第一刻 借着婚姻圣事 基督就来了 以后他就住在我们家里 我们的家就成了教会 成了教堂 同样 这个在这里讲 一方面是家庭建立了教会 因为在这里有天主在 有基督在 同样 教会为了明白自己是谁 明白自身的奥基 需要去看家庭 教会是什么 是一个爱的团体 大家是兄弟姐妹 该怎么样生活 看看一个家庭怎么生活 父母怎么喂孩子 夫妻 丈夫和妻子怎么想爱 在教会里面也该这样 教会要想明白自己是谁 该怎么生活 去看家庭 所以家庭是教会的样板 每个人都应该彼此照顾 不是歧视 不是冷漠 要有爱 这个是 翻而大文件讲的 随后保禄六世教宗 这位真福 正在准备列圣品 这位教宗他 把夫妻的爱和生育的爱 连在了一起 他特别强调 这两 两件事中间的关系 结婚不只是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要生孩子 这是必然的 要生孩子 不是去实验室 买一个试管婴儿 而是借着我们相爱 孩子是爱的果实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必须有 他强调了这个关系之后 他提到负责任的父母 丈夫和妻子 一结合 他们成为夫妻 要完全意识到 自己的责任 而责任对天主的责任 对自己的责任 对家庭的责任 对社会的责任 要负起这个责任来 你们现在对社会 对家庭 对个人 对天主 都有了责任 而不能颠倒 有一个先后的责任 我们 我如果具体的说 对天主有什么责任 天主让你们结合到一起 你们要相爱 当你们在爱的时候 再活出了天主的肖像 像天主圣三一样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对天主的责任 对自己 你们建立家庭为了幸福 你对自己负责吗 你愿意幸福吗 愿意 愿意好 好好的去走这条路 把自己奉献给对方 你会幸福 而不是让对方为我生活 我也为我 他也为我 人人为我 你不会幸福 你不会快乐 所以对自己的责任 我要幸福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能白来这一趟 对家庭 以后我们建立这个家庭 家庭不只是我们俩 我们要延续这个家庭 传宗解代 我们的责任 生育 然后对社会 不只是生孩子 我们把它培育成有用的人 将来为这个社会 为更多的人谋求福利 而不是制造问题 为社会带来麻烦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这样子 社会需要有能力 有爱心的孩子 这个是保禄六世讲的 随后圣教宗 若王保禄二世 他特别对家庭的关注 谁都知道 关于家庭 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比如说 他讲家庭是教会的路 教会要走的路 看看家庭 家庭怎么相爱 这个是教会的榜样 男女爱的生招 修道 当神父修女是一个生招 结婚 你们同样这是一个生招 天主教你们去相爱 这是另一种生招 可不是说 这个不是生招 我随便 我没有办法当神父 当修女 我就只能结婚了 好像 哎呀 我们这个不值得一提 没有 天主拣选你去爱 爱你身边的人开始 爱你的孩子 从这里开始活出爱 走在成圣的路上 这是另外一种生招 像天主一样去生活 天主是爱 天主圣三在爱内 家庭对社会的重要性 夫妇在互爱中领受圣神 然后活出圣德 成圣 这个是教宗 罗安保罗斯圣人 讲的最多的一个主题 婚姻和家庭 随后到本都十六世教宗 他讲到婚姻的爱 这个爱是台他性的 我只是爱这一位 我只是爱这一位 永久性的 一辈子爱他 建立在这种爱内的家庭 那是天主对人爱的记号 天主对人就是这样的爱 好像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爱不依不弃 他的爱永不转变 这是天主爱我们 然后在家庭里面 丈夫和妻子就应该这样相爱 那就成为天主的肖像 让天主爱我们的方式 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 我们不要喜欢谁爱谁 不喜欢谁就躲谁 就恨谁 不 让天主爱我们的样子 成为我们爱别人的样子 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是慈悲宽恕的 教宗本著十六时还有一句名言 在家庭里我们学会爱 这个很重要 爱是社会生活的原则 将来我们长大了不如社会 社会上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爱 有了爱就没有暴力了 没有爱到处是纷争 仇恨 暴力 没有办法 恐怖 很多 因为没有爱 如果在社会上学习爱 起码从小在家里 先学会爱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愿天主 向父各位 阿们 好 我觉得 谢谢大家